若A向量与B向量是平面上的两个向量 而A的长度等于2 B的长度呢等于3 而且A向量和B向量的内积等于3 是求三倍的A向量减掉两倍的B向量的长度为多少 好,那我们呢 长度的平方就会等于自己这个向量和自己的内积 好,接着呢我们可以把它乘开 所以这边呢是9倍的A向量长度的平方 再来减6减6 所以减掉12倍的AB内积 再加上224 所以加上4倍的B向量长度的平方 好,那我们呢把已经知道的条件带进来 A长度呢是2平方就变4 4乘上9是36 再来减掉12倍的内积呢是3 再加上4倍的B B的长度是3 所以3的平方是9 9乘以4是36 所以我们这边呢直接写36 好,这边呢也是36 所以呢烧掉了 所以我们的长度平方等于36 那么我们要求的就是3倍的A向量减掉2倍的B向量的长度 就会等于根号36 所以就会等于6 好,这边是3倍的B向量的B向量 好,这边是3倍的B向量的B向量